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清洁消毒很重要 而我们的心要如何追求清洁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之下第四章 从圣殿内的器皿 我们来思想神期待 我们过一个清洁光明的生活 首先提到了关于洗净的器皿 提到了铜潭长宽高 各9公尺9公尺4.5公尺 这个铜潭的墓地是为了要献祭 接下来提到了铜海 这个海的径是4.5公尺 高2.25公尺 一个很大的铜海 旁边有60个野瓜铸造的形状 底下用12个铜牛来驮着这个铜海 里头有6万公升 目的是祭司沐浴之用 当然不是在光天下 真正的洗澡 而是代表一个洁净的功能 而有洗灼盆 为了洗凡祭物 这些祭物要在洗灼盆来洗涤 上帝期待我们追求干干净净 从外表的干净到内心的干净 因着耶稣神把圣洁放在我们的中间 另外提到了关于照明的器具 有金灯台 另外有十张桌 一百个金碗 院有祭司院大院院门 护兰造了盆碗铲子 两个柱子 在殿前的柱子 另外神殿有金坛 承设柄桌 灯台 这一切是为了所得门王 而护兰做完了神殿的工作 并且灯要点在圣殿的前面 同多的无法记述 这边特别让我们看到 在殿里头需要照明 这个灯台点灯目的是照明 我们人生需要真光 耶稣就是真光 当我们遇见主 我们才知道人生应当做的方向 与平安 是的 神期待我们圣洁光明 而在耶稣里成为我们的亮光 成为我们的洁净 因此来到主面前 求主洗净我们 让我们用清洁的心 认识神走跟随之路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圣殿内的器皿 要使我们的生命 洗净照明 愿我们生命成为圣殿 使干净的殿 因着宝血成为圣洁 因着神的话 得着亮光 走跟随荣耀基督之路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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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